哈囉大家好 我是星期天 最近在網路上常會聽到一些 我的奇怪傳聞 欸欸欸聽說星期天100多歲 欸聽說星期天100公斤 欸聽說星期天100公分 呃我不知道100公分這個數據 到底從哪聽來的 不過根據我去年新兵報導時 在醫院裡面體檢的數據 我目前的身高一共是 2.077碼 也就是190公分 沒錯 我是一隻190公分的床頸鹿 也就是台語俗稱的 的咖 的咖 來來說到這個 很久沒有見面的親戚朋友 在聚會時看到我 總會用相同的騎手式開啟對話 不外乎就是 哇 上面的空氣新鮮嗎 你會灌難吼 哇 吃什麼長得那麼高啦 這些問題我聽過了無數次 回應的答案也是千篇一律 我都覺得我快要變Google翻譯機了 上面的空氣不新鮮 而且也不會灌難 哈哈 不過有時候回得很膩 我也會瞎掰一下 哎呀大舅舅 這你就問對人了 我從小學開始 把握生長激素分泌的黃金時機 每天早上喝一碗黃蓮湯 晚上吃一把龍膽草 吃了以後 發育就靈光了很多 每次考試 都考一百分啊 吃了黃蓮湯跟龍膽草 會不會長高 這個東西 我是不太清楚 但是根據吃的苦中苦 方為人上人的道理 就算不能如願長高 也可以成為一個人上人哦 不過長得高真的是一件好事情嗎 其實在樂咖的生活當中 有各種的不方便 我只能說 這個世界上的一切人造物品 都不是為了樂咖所設計的呀 哈哈哈 長太高會有什麼煩惱呢 來聽聽看星期天的親身經驗 國中時愛耍帥 配了一副無眶眼鏡 有一天有個同學站在我面前 伸了個我看都沒看過的超級大懶腰 那個瞬間 眼鏡 全雷打了 國高中時不太會買衣服 可以將每一件正常的T恤穿得很嘻哈 並且擁有將七分褲穿成五分褲的特異功能 還記得那年夏天 我在夜市買了一件酷炫有型的喇叭褲 當下我心想 嗯 酷炫有型 直接帶回家 回家迫不及待穿上 結果都急身背 喇叭不夠彈 啊 耍帥失敗 耍憨倒是很成功啊 在人群中很容易成為視線焦點 逛夜市的時候 還要防範被招牌 棋子或是各種懸掛物突襲 神奇的是 如果迷路了 只要在原地不動 就會被找到了 小便斗和我身高之間產生的代溝 是我心中永遠的憂愁 因為每次尿尿的時候都要蹲蹲 雞雞才不會卡到 抖抖的頭頭 搭公車的時候天花板太低了 只好全程鞠躬 而且座椅的間距都很小 這個距離拿來放我的腿 也只是剛剛好而已 重點來了 當我喬了半天 終於好好把自己 鑲在座位上的時候 前面的椅子就開始緩緩的往後躺 每次我都好想大聲叫出來 不 By the way 常常會撞到拉環 有一次趕著下車 就從第一個敲到最後一個 很多洗手間的鏡子 我都只能看到自己的脖子 腰彎腰 才能看到彎腰的自己 走在路上看到公車站牌 金燕會告訴我 要把頭低下來 但還是撞到了 這不科學啊 我每次都覺得 這些公車站牌在嘲笑我 坐在教室裡上課時 要隨時注意 不可以把膝蓋彎到90度 不然桌子會默默的飄起來 其實要說優點 也不是沒有 我的手掌還蠻大的 左手完全張開 可以從F1按到F12 不過這好像沒有什麼實際用處 以上就是我身為一個樂咖的一點經驗啦 如果你也是個樂咖 我想一定是點滴在心頭有七幾言 Google翻譯的梗真是玩不膩啊 話說星期天配音是對的粉絲專頁 不知不覺在這個月突破五萬人了 我的天啊 WELL 感謝大家一路支持鼓勵 今年大部分時間都在部隊中度過 最近又因為高中檢的關係 整個忙到翻過來 實在是好想念大家啊 不過好消息是 星期天的退伍令下載進度 已經進入倒數100天囉 未來的里程也請大家多多指教 更多資訊請鎖定 星期天配音是對的 我們下回見喔